在学习过程当中 有一次我提到翻译的问题 我举了个例子 古文 翻译成白话文 能不能把原位翻出来 翻不出来 十个人翻 十个样子 没有一个人能把原位翻出来 我说那佛经肯定也是这个例子 中文翻译这个能保存是原位吗 同时我又觉得一个非常奇怪的事情 当年翻文经典传到中国那么多 那么大的分量 为什么翻译成中文之外 这凡文原文东西就没有了 在中国试穿了 一部也找不到了 这是什么原因 老师告诉我 第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告诉我 中国人有佛宝 祖宗有德 这是在全世界找不到第二家的 我们相信 中国有五千年的历史 从历史记载里头 这中国人 这中国人 这老祖宗 那个德行 跟佛菩萨没年一样 你看他讲的 五能 五常 四为 八德 可得了吗 万古长行 永恒不变 那 这第一个问题 祖宗有德 翻经的人 不是普通人 都是开悟了的人 都是正果的人 他们的之间 跟佛菩萨之间 几乎非常相应的 非常洁净的 现在人翻的时候 你翻人家一篇古文的时候 你跟他的心情不一样 跟他的境界不一样 所以你翻不出来 你只是翻那些文字 你翻不出他的精神 这说的有道理 甚至于说 翻经的那些法事里 有很多是佛菩萨在来的 这中国人特别有佛宝 第二个问题答复就更妙 老师对着我笑 从前的中国人 跟现在不一样 以前的中国人的时候 那是全世界最自豪的 自豪到什么程度呢 翻文翻成华文 不但原来的意思 一点没错 而且我们的文章 比翻文还要华美 换一句话说 用华文就可以了 不必再用华文 这种气概 哪里像现在的中国人呢 一点信心都没有了 想想老师的话有道理 所以我们要有怀疑 怀疑你度佛金的时候 对不到理 你看不到他的味道 你在这一句经文里头 你看一个意思 你看不到无量意 实在讲的是 你用清净心真诚心 你看他每个字 每一句无量意 这个道理很简单 不是不容易懂 道理说 信心相印 那还是降低方向 你要把妄想分别支持方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这些字幕支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